社会在不断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,也越来越注意养生,很多人都喜欢在茶余饭后谈论健康的问题,很多人都不确定自己是否健康,其实可以通过观察自己身体是否有这五个特征,一次验证自己是否健康,又长寿之命。 一,睡眠质量好,一般身体出现健康问题的人,睡眠质量都不会太好,容易出现难以入睡,一惊醒或者是失眠的情况,而身体健康的人,晚上睡眠质量会比较好,也不会出现长期的失眠现象,良好的睡眠还会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可以有效避免患一些小病。 二,体重稳定,如果没有刻意的增塞或者是减肥,体重基本上是稳定的,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升或是下降,当然,体重的数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,饭前和饭后的体重都有差别,但一般都不会不大,基本上会控制在两千克以内,如果身体突然消瘦或是加重,都有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,就要引起注意了。 三,伤口修复速度快,在日常生活当中,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,容易产生一些小伤口,身体一般都具有自愈能力,身体健康的人,伤口修复的速度都会比较快,如果轻轻用手指按压一下皮肤,出现预清的现象,就说明出现了健康问题,要及时去进行检查。 四,头发污黑又光泽,五,每天排便正常,则每天都要吃很多的食物,来给机能活动通应能量,食物中的有些物质被身体消化分解利用,而有些物质却对身体没多大用处,需要被排除体外。 四,如果每天能够正常的排便,大便不施不干,不硬不沾,这就说明身体内的消化系统没有出现问题,在正常的运转,肠胃的蠕动性也比较好,在营养吸收方面也比较良好。 六,决定年龄相对较厚,如果运行去今晚,也意味着很健康,又长寿之命,如果这六个特征都符合,就说明身体很健康,又长寿之命,在日常生活中,最重要还要注意保持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,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持身体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